5月的第一天,洪欣关税离婚,让他与张丹丰碧莹三个人揪揪格格的感情画上句号。 如今过去十余天,张丹丰和碧莹都陆续发生,好心情一览无余。 我有洪欣始终保持坚默,令人很是好奇他的近况。 此后有网友爆料洪欣和旧爱莫绍聪,或将迎来世纪淡和解。 其中多了儿子张浩连前线搭桥,莫绍聪也多次提及儿子暴露心计。 众所周知,洪欣和莫绍聪曾有过一段情,两个人并未结婚,洪欣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莫浩连。 可惜即使是有了孩子,莫绍聪还是弃洪欣而去。 莫绍聪也被冠上了俯兴汉渣男的称号。 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谩骂,莫绍聪也很无奈, 但是只能默默地承受。 直到2011年8月底,莫绍聪与大连女子孙玉玲注册结婚, 之后又孕育出了一个女儿。 愤怒的网友将矛头对准莫绍聪的女儿, 爱女心怯的莫绍聪才忍不住发声。 莫绍聪喊话红心,让她扪心自问, 当年的事情是否都是自己的错, 还表示,我沉默不代表我不敢说, 为了儿子,我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 之后莫绍聪更是晒出自己和母亲抱着儿子莫浩莲的照片, 喊话网友莫被红心欺骗, 要学习柯南,发现事情背后的真相。 不难看出莫绍聪和红心当初一度闹得很僵。 而背后的原因据传是因为红心在和莫绍聪相恋前, 曾在国外和富商黄国梁秘密领证。 之后黄国梁因丑闻被抓, 两个人便马上离婚,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婚姻。 红心和莫绍聪相恋时,并未告知自己已有婚事, 这让莫绍聪顿觉自己被欺骗。 外界称,莫绍聪得知红心怀孕后, 坚称孩子不是自己的,还弃红心而去, 导致两个人交悟。 当然,也有人表示,莫绍聪确实是气不过被欺骗, 但是在红心怀孕之后还让家人照顾, 并未弃他不顾。 不管如何,红心和莫绍聪已经决恋, 两个人闹得很凶。 之后红心和张丹丰结婚, 甚至让儿子改名为张浩莲, 彻底和亲生父亲决恋。 不过在红心和张丹丰婚变后, 港媒又报红心再度将儿子改名为红浩莲。 其实,在母亲红心婚变之后, 张浩莲的活跃度明显地高了很多。 5月8日,张浩莲晒出一则阳光下的自拍, 并配文今天很Wow,看得出来心情大好。 5月10日,张浩莲再次晒出一组自拍, 并配文很内向,拍照只敢做衣柜。 从言语和狗头表情包不难看出, 张浩莲的俏皮口吻,心情显然很是不错。 明明张丹丰和红心婚变闹得沸沸扬扬, 张浩莲却丝毫看不出难过, 也让网友很是不解。 随后有网友发现, 张浩莲正被生父莫绍聪默默地关心着。 有网友在莫绍聪的评论区留言称, 你的儿子还是很像你的, 得到了莫绍聪笔心的恢复。 更早之前有网友称, 因为你同时也关注你的儿子, 也得到了莫绍聪的点赞, 不难看出莫绍聪对于这个儿子很是自豪, 而且也愿他事业安好。 张浩莲如今已经正式出道, 是乐华旗下艺人, 王一博的师弟正是需要人扶持的时候。 莫绍聪虽然淡圈多年, 但是也愿意扶持儿子一把, 也足见骨肉情深。 还有知情人称, 张浩莲和莫绍聪关系缓和了, 还在帮莫绍聪和洪心前线搭桥, 期待两个人来一个世纪大和解。 在张浩莲心中, 生父的生母永远是第一位, 他们关系好了, 他自然就开心了。 这也是为何张浩莲在母亲婚变之后, 仍然是如此开心的原因吧。 血浓于水, 不管红心是否和莫绍聪和解, 相信张浩莲都会始终站在母亲身旁吧。 红心关系离婚以后首度露面, 稳坐C位优雅大气。 51岁的红心关系离婚后, 状态太令人意外了。 5月7日凌晨, 红心连夜登上热搜。 据悉, 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高调晒出了一组 跟红心及其儿子张浩莲一起聚会的照片。 这组照片也是红心在官宣离婚以后首度曝光。 照片中的红心不但没有离婚以后的憔悴和颓废, 反而是荣光焕发。 爆料人坐标台湾, 表示这是好友聚会时的照片, 并第一个爱他了红心。 足见爆料人应该是红心的好友。 这个时候出来爆料, 估计一方面是让大家看看红心的最新状态, 另外一方面则是为红心加油打气。 而这组照片也确实让红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扫大众对离婚女人的刻板印象。 照片中的红心穿着牛仔裤和修身的小外套, 低调又不失甜美, 不过衣服是身外之物, 红心的状态还得靠内在的气场来看出端倪。 虽然关心了离婚, 照片中的红心也不再是带着婚戒, 但是红心却并没有悲伤和自卑。 而是十分自信地坐在C位, 身后是一众年轻好友的围绕, 红心今年已经51岁了, 还刚刚宣布离婚, 但是跟一群年轻人同况不仅气场不舒, 连颜值也十分出众, 在一众友人中脱颖而出。 足见红心这样的天然美人, 果真扛老, 五十多岁还能如此美, 谁看了能不羡慕呢? 原本能够抱得红心这样的美人归, 哪个男人都应该珍惜, 偏偏对于红心来说, 最重要的男人张丹峰, 却因为跟助理碧莹之间的事, 令两个人之间的夫妻关系, 一度成为风口浪尖上的坛字。 本以为选择了委屈求全的红心, 能在风波后跟张丹峰白头到老,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在五月第一天的凌晨, 发生了180度的转折。 前几天还在合体带货的两口子, 突然就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不再是夫妻关系, 不过了, 官宣离婚。 从张丹峰助理碧莹的爆料来看, 当时的红心和张丹峰, 应该是事发突然, 两口子不知道因为什么翻了脸, 红心在气头上, 宣布了离婚。 但是, 到底有没有真的离? 目前, 红心和张丹峰也没有出来回应。 两个人的婚姻状态如何, 还不得而知。 不过, 在官宣离婚以后, 张丹峰曾晒出了自己过五四青年节的视频, 视频中的他在自家豪宅里, 请了专业的师傅来给他考全羊, 外交里嫩的羊肉, 确实看起来让人流口水。 张丹峰喝着小酒吃着羊肉, 看起来美得很, 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 网友看后留言, 这哪像离婚呢? 看起来比结婚还开心。 而红心这一次的露面, 同样是状态优越, 丝毫不输张丹峰, 甚至美出了新高度。 网友们看后也纷纷地表示, 有一种死了老公的美, 有才有貌, 有儿有女, 好日子在后头。 还有操心的网友提醒红心, 快点把儿子的性感回来, 跟自己性。 虽然红心放弃了婚姻, 但是还有一群朋友围绕在身边, 有人们的支持和鼓励, 确实让红心看起来依旧闪闪发光。 从红心和张丹峰 官宣离婚后的状态来看, 两个人丝毫没有受到 解除婚姻关系的影响, 而且一个过得潇洒, 一个活得漂亮。 看来, 委屈求全的婚姻 不一定能够让人幸福, 选择分道扬镳 也不一定能够变得不幸。 也许重新回到原点, 将自己的下半生活得漂亮, 对二人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吧。